3月10日 民航自媒体航空物语的一篇微博称 9日 中国国际航空CA-177次上海浦东至墨尔本航班 在飞到南海上空后突然返航 原因不明 同一天 港媒凤凰网报道称 经确认 飞机卫星通信坏了 需要飞回上海换一架飞机重新执行航行 其后 陆媒澎湃新闻称 从国航方面了解到 该航班折返并非因为卫星通信损坏 而是出现了故障报警 在飞行途中又无法解除 机组安全起舰最终决定返航 10日凌晨到达上海后 又安排另一架飞机重新执行航班 旅客已于当天顺利抵达墨尔本 实质中共政协人大量会正在紧张地进行 消息传出后 立即引发网民质疑 西门桥跟帖说 飞机一旦出现安全状况 应该立即就近降落 很有可能是其他原因 比如飞机上有被双规的外逃人员 通信系统坏了还不就近降落 却飞回上海 这种解释根本不合逻辑 不少网民对以上质疑表示赞成 哭笑不得表示 明显的世界口 最有可能的实际情况就是发现外逃贪官在机上 网友调侃 以后出逃还是选择外国航班 等出关信息传到中纪委 一圈还没打完 飞机就出了12海里算到外国了 更有网友联想到2014年7月的神秘禁飞事件 2014年7月14日中午至傍晚 超过100趟往返上海和北京的航班大量延误或取消 据航空公司工作人员称 原因是空中管制 网上则有爆料 纸禁飞事件或与周永康 郭伯雄等大老虎出逃有关 数天后 中共当局才通报是受军事演习影响 但仍无法有效逼谣 同时中国互联网上有爆料称 某军方高级将领化妆女性使用假护照出逃 已被海关拦截导致的 前中共军委副主席郭伯雄成为猜测焦点 2014年7月飞机禁飞事件 对应中共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后案刚刚出炉 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案面临揭盖的紧张形势 巧合的是 本次飞机返航事件 恰逢中共两会掀起新的打虎高潮 2016年3月4日 两会开幕第二天 中共前辽宁省委书记王明突然被中纪委调查 外界观察发现 王明不但在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老家江苏伟官 更在江泽民派系吉林邦邦主张德江的旗下经营 日前 博文社引述中南派消息人士的说法称 随着周 博 令 顾等大老虎及其余党的骨牌式倒台 一个个利益集团也纷纷崩塌 但因为腐败分子变化多端 洗钱方式也层出不穷 又大多涉及跨境交易 单纯从前下手 不仅因为各国配合不利 使跨境执法难度日益加大 而且效率低下 为了快速速清腐败势力 王岐山因为担心夜长梦多 不希望时间拖太久 向习近平提出要重新调整反腐战略 从中南海高层传出的信息进一步显示 调查王民其实是王岐山反腐战略调整后的第一场实战 而拿下王民的突破口 主要涉及他早年在江苏工作时的斑斑劣迹 而且王民也拥有多名情妇 据称 王岐山以秒杀的方式 迅速拿下正在用餐的前吉林父母官王民 并将其作为今年两会的暖场大戏 背后其实涉及到反腐从前到情的转变 而这种转变是下一阶段习王反腐战略的重中之重 分析员是指出 王民落马后 其江苏邦背景再度被媒体曝光 因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祖籍是江苏扬州 江苏邦被认为与江泽民有直接关系 而先后替江泽民掌管这一大本营的回良玉与周永康 都是江泽民最亲近的心腹 值得一提的是 本次飞机返航事件不但发生在王民被抓后 而且发生在与江泽民派系关系密切的上海机场 是否涉及江泽民派系高官外逃 值得继续关注